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改良的方法吧 也不能说是创新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操作 今天门诊停了 去学校交费去了 排了一上午 中午才回 这个是开场的这个是我们普通的真军 这个很常见了 其实每次门诊几乎都能遇到这种 四周啊 是一层像金箔一样的壳啊 外壳 中间是这种啊 明显的真菌的菌丝 吸口汁啊 调起来 我们把这个大块的真菌 尽可能的啊 清理干净 它肯定会剩一些少许的一些残留的东西啊 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咱们的粉丝朋友当中啊 好看什么的都有啊 有的中口味 喜欢看这个胆脂瘤啊 血糊子啊 有的就喜欢这种牛肉干啊 比较清爽 有的呢 就愿意乐意看这种啊 真菌的这种干片啊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喜好吧 这个真菌很多人问为什么会出真菌啊 这个以前其实也说过很多次这个事 它是一个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有比较多的啊 真菌进入到了外耳道 你这外耳道本身就冲外嘛 真菌又在自然界中到处存留 它在平常的时候呢 是以这种包子的形式啊 大概就类似于像种子似的 嗯 形式存在啊 在合适的时候呢 就生根发芽 开始繁殖啊 那么在有这种 呃 有条件的这种情况下啊 我们就把这个 真菌手动尽可能的清理 这个还比较容易啊 直接一下子就 大部分都拿出来了 有的那个 在骨膜表面啊 还剩一层壳 那个清理起来要比较麻烦一些 最近呢已经不太用器械直接去扣了啊 该用这种温和一点的啊 对于骨膜表面这种干壳呢 用双水浸泡一些啊 可以看到啊 散碎的边边角角肯定还有 因为这个耳内镜啊有放大作用 我们正经的骨膜不可能有这么大屏幕上看的 然后啊 通过棉签呢 去把抗真菌的药挨涂抹 这个棉签有个问题 你看它外周呢 大部分都蹭到外边了啊 这个骨膜表面会有一点 但是肯定会存留一些死角 因为这个外耳道这个空间比较窄 面签不可能把每个角落都涂得很满啊 那么就有些极端的隔离 这个是我半年前啊 做的一个中耳单指瘤的手术的病例啊 在手术以后 它这个中耳术枪啊 反复出现证据 处理了好多次 这个中耳单指瘤后方这个骨脂破坏的很厉害啊 手术也把这些东西的大部分也切掉了 之前是因为这个树枪很大 它自己用棉签上药也很困难 而且比较麻烦的还是个外敌的病人啊 有时候的隔一段时间 我才能过来看一眼 北京的话相对好一点 所以我一般现在不太愿意接这个外地过来的病人 那术后的清理复查呀 都是个比较头疼的事 这个后边啊 外耳道的后壁已经被切除了 乳涂腔里呢 大量的这种针菌块的这种残留 之前也遇到过啊 有一次有个老太太也是这种情况啊 那当时处理很快就好了一周吧 然后很久都没事 但是有的病例确实这个真菌个体差异非常大 单纯的像外耳道真菌也是一种情况啊 有的简单的清理几次就好啊 还有一个病例我 翻翻覆覆覆跟了他很久啊 那个外耳道比较窄 局部上药啊 很困难 那个病例折腾了大概有大半年 这个病例就是啊 这种真菌的这种真菌的这种真一层的这种毯样的这种啊 毛毯样 我还不敢用太粗的信气 他这个做完手术以后 呃前庭神经啊 离这个比较近 在大大口径信气的清理的时候啊 会导致剧烈的这种悬晕啊 我们普通的即便是没有做这种种儿手术的病例啊 人在使用信气的时候 很多病人都有这种反应 我大概印象应该有超过一半 就是骨膜是完整的啊 就是正常结构的时候 在外耳道操用信气都会出现悬晕的啊 短暂的一个悬晕 天旋地转的这种感觉啊 这个现在信气的下方啊 我觉得是应该是面神经的结构 这个地方当时胆脂瘤存在这 这个手术做的时候也是惊心动魄的 我印象很深 它是一个二次手术啊 第一次手术在外地做的 当时是没有成功 然后特意跑到来找我 手术当中啊 就贴着这个面神经 去清理胆脂瘤 简直就跟汤雷似的 这个很危险啊 所以我近期呢 因为忙着有其他的工作啊 就不再做这个中晚的这种手术 消耗精力 还有像这种术后的复查呀 都是一个麻烦问题 这个呢 我之前让他甚至口服过 抗争菌的药 效果也都不太好 包括举步使用抗争菌的这个 低眼液 都不行 好一段 坏一段 这次我好像不到一个月之前 刚刚给他清理过啊 这才几天 就又 还没到一个月呢 就又满了 你看这个真菌的这种 粘毯一样的东西 满满的铺在这 真菌在适合的环境下 生殖是非常快的啊 这个中晚手术以后啊 术枪局部 因为要填这个抗氧素杀条 为了避免细菌感染啊 这个要填这个杀条 另外呢 术枪 骨子切除了啊 缺少这个正常的皮肤的屏障功能啊 我们皮肤有很强的这个屏障功能 所以这个是他可能出现一个真菌的一个原因吧 这一层啊 这玩意很难弄 一加就容易碎 然后呢 吸引器的 大口径吸引器 它是难受 小的呢 做的这劲儿又不够 这个兵力做了这个 外道口的这个 我们就二甲墙成型 当时我就想 这里边怎么用呢 棉签我涂过一次 很难弄 棉签这里的坑太大了 棉签我涂过几次 效果不好 后来他这次来之前跟我联系了 我琢磨了半天 想把这个达克宁的这个软膏啊 用注射器抽出来 然后通过我们的信器管 推进去 好 这个基本上 把真菌清理的差不多了 这底下还有一点 这个法子以前从来没干过 因为达克宁 这个普通达克宁 可不是静达克宁啊 这个普通达克宁 是一个乳膏剂啊 它相对流动性会好一点 能抽得动 静达克宁的话 根本就抽不起来 太粘稠了 这一段就会晕得很厉害 神菌它主要倒也没别的 它就是痒 局部的这种骚痒啊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些流一些液体啊 其他的倒没什么 不至于说有太严重的危害啊 但是很不舒服啊 然后啊 拿这个小管去抽这个 达克宁 放在通过注册器抽出来以后 通过我们的吸引器的管 推进去 不然这个位置 拿棉签啊 很难把药擦得上 我试过 如果用针的话 一个是针 那个针点太细了 第二个呢 有时候这个针 稍微一碰啊 容易扎着它 感觉像这个怎么说的 以前我记得装修的时候 往那个安窗户或者按什么 往那缝里面打那个泡沫胶啊 感觉有点这意思 把这个边边角角这些缝里啊 都打上药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我们下周一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